跟各位介紹一下黑金爐 黑金爐是利用熱輻射原理療來發熱,而並非使用熱傳導 基本上黑金爐裡面有設計有乳素管跟烏原子的管道 當我開啟電源的時候,電輸入管子裡面 電源產生的高能,會使烏原子和乳素進行結合 但是這兩種化合物本身就不合理 所以結合的瞬間就會立刻見解,並且釋放出熱能與光能 也就是如各位所見到的效果 至於為什麼黑金爐表面會使用黑色 那是因為黑色吸收熱能的效果最佳,所以我們才選擇使用黑色 各位介紹一下紅西谷的原理 介紹紅西谷就是上下兩方兩個鬍子直接在一起 然後下方的紅西谷下方有熱源,加熱下方的水 當水分沸騰的時候,它會變成水蒸氣 總體已經固定不變,蒸氣會佔據體積 然後這時候就會壓迫下方的水,進行紅西現象到達上方 然後上方的話,再放一些咖啡粉,然後我這邊放茶包 然後接下來就會開始在煮 等到我如果移開下方的熱源的話 移開下方的熱源的話,基本上它就會停止加熱 這時候水蒸氣凝結變成水,它上面的水就會到達下方 現在的話,這個很明顯,這股紅茶已經煮好了 所以說我這次移開熱源,到旁邊 然後接下來的話,因為下方的熱水它是失去熱源 所以說它的水蒸氣會逐漸凝結成熱水 凝結成水,然後這時候就是它下方的浮的壓力 壓力降低,然後上方的水就會下去 向各位介紹一下具體溫度 當如果說我們使用電子鍋或電鍋來煮東西的時候 我們按下開關,對過一段時間之後,它的開關會中跳起來 它的原理是介由底部,我們觀察一下它的底部 就可以看到說,在開關這個位置 這邊有連接一塊磁鐵,然後這邊一塊金屬 基本上它所使用的原理就是GIDY溫度這個原理 當一個磁鐵的所屬金屬達到GIDY溫度的時候 基本上這塊磁鐵會上伸它的磁性 接著它這塊磁鐵與它所因爲磁力而吸附的金屬 因為它失去磁力,所以它會跳開的關係 然後藉由這樣的原理,來日池,來達到說 當電鍋或電子鍋裡面加熱已經足夠的時候 來照這樣跳,以距離溫度方式來達到斷電機制 以避免說那鍵上它的距離加熱而產生危險 向各位介紹一下施測的引擎 施測的引擎原理的話 基本上是熱源,然後加熱這一端 然後基本上內缸的氣體受到熱源會膨脹 這時候它會壓縮 這時候它會壓縮活塞法,然後移動 這時候氣體的話,就會隨著管制 進入這個小方,進入這邊 進入另外一張氣閥 因為氣體一過來擠壓 擠壓它會往後推 然後接下來呢 氣體冷卻之後,體積縮小 這時候,火塞會把氣體這樣壓回去 這樣不斷循環的話,這是施測的引擎原理 這邊再向各位介紹一下熱導管的原理 熱導管的原理就是 將熱導管裡面的液體 加熱之後,使它打到沸騰 然後氣化之後 將啟動氣體帶著熱能到另外一端 進行散熱,來打到降溫的效果 然後在本次實驗 我們是藉由利用簡易熱導管的模擬 我們是藉由降低熱導管裡面的氣壓 然後來使它的沸騰降低 然後來模擬它沸騰的效果 基本上這邊就是一個裝置 然後這邊有一個指逆法 防止氣體回到熱導管裡面 然後這是一個針筒 又來抽了裡面的氣體 或者是1個針筒 但是是1個針筒 因為現在是一種針筒 把針筒都用火力 之後再去到手的針筒 然後整個針筒 我覺得可以來尋找コンボ 我一家甚麼針筒 你剛剛有機器 不會讓一次針筒 在他振了 你為什麼會做這個針筒 你這個針筒 我一家 YOU 可以看到說這邊熱導管裡面已經有一些氣泡 那代表說熱導管裡面液體已經開始呈現沸騰的狀態 這就是熱導管的說明 向各位介紹一下那個手機企壓器 首先先準備一個夾電袋 然後將夾電袋裡面充空氣 那是不要把它充滿 然後接下來是將手機放進裡面 拿開使用APP 讓它顯示出裡面是屬於企壓器的狀態 然後接著來擠壓那個夾電袋 就可以觀察到 因為那是PV1等於PV2 然後如果說將那是體積縮小的話 它的氣壓會變大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觀察到 那是手機氣壓器顯示出來它的氣壓變大 因為我手機並沒有這項功能 所以說我這邊就不放手機進去了 向各位介紹一下電鍋和電子鍋 兩者皆以為藉由電流熱效應來發電 然後那是兩者的差別呢 就是說電鍋是直接透過電流熱效應 然後來加熱電鍋底部的金屬 然後來使底部加熱 但是電子鍋 然後這兩個差別呢 電子鍋則是藉由它周圍有環繞線圈 所以說鍵上加熱整個鍋面 所以說它整個金屬鍋都會進行加熱 然後兩者的斷電機制就是藉由那是距離溫度來斷電了 像各位介紹一下那是溫度的測量方法 一般我們在測量溫度的時候 除了利用溫度機之外 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利用三用電錶來做測量 就像三用電錶 我們裡面都會附有一個熱電的溫度探針 然後鍵上像它接起來 然後對著溫度的時候 鍵上它會顯示現在的溫度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熱敏電阻的電阻值 然後熱敏電阻的電阻值 它會透過溫度而改變 基本上熱耳只要隨著溫度是增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觀察到熱敏電阻的電阻值會降低 由於我三用電錶裡面並沒有裝電池 所以說我製作不太方便 向各位顯示說它的熱敏電阻水溫度的變化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